刚才谈了这个认定跟审计的关系 下面就把审计的目标再规纳 审计的目标就好规纳 刚才一直在说 你认定什么我就审什么 认定有两大类 有若干小类 那么目标自然也跟着就有两大类若干小类 只是说话的勇气变了一下而已 这个制作会是了解认定后 就很容易确定每个项目的具体目标 为什么很容易 我说了吗 你承诺什么我就查什么 就这么容易 并以此作为评估重大脱口风险 设计实施进一步程序的基础 这就是认定的作用 从风险评估到风险应对 全都要为了认定赚 那么好 这关于目标 第一个类目标就是所审期间的各类教育事项 相关披露的审计目标 那包括发生完整性准确性的 发生说已旧的交易是真实的 我要查 我要确认你是不是真实的 你承诺是真实的 好了 那就要认定 我查是不是真实的 那就要目标 那是你的发生认定 这到我这来语气一转 就叫我的发生目标 所以有什么认定就有什么目标 所以这些内容我用不着念 简单来说就是换了个口气 换了个语气而已 他那承诺说我这是对的 这一问说你那是对的吗 我要看一看 对了 这么一转化就叫目标 对吧 你再比如说他的截止目标 对吧 说确认激进于资产负债表的交易 是不是记录在恰当的期间 这个期间嘛 按理说都一个期间都365天 都是一年 但是容易说错的就是 年末和次年年初的交接 对吧 就在那个过程中 可能是晚两天 你平时说是晚上一个月 都在这一年里边 不违反截止认定 但是年末的时候 你可能晚两天 就退到下一年去了 对吧 那为什么正乎年末 因为编表 对吧 你退到下一年 就不属于本年的报表内容了 本年报表的范围了 对吧 所以我们很在乎跨年不跨年 我们可能不在乎跨月不跨月 这三月记到四月 大概没什么关系 不影响年末报表 但把十二月记到次年一月 那问题就大了 所以他尽管截止 涉及到两个期间 他抓住的关键点 就是年末的新旧两个年的交接点 分类呢 就是查 他的交易是不是经过 是大分类 其实也就是查科目 对不对 当然也要追到报表上去 所以叫猎豹 那关于期末账户余额的 和相关披露的这个目标 也是类似的 跟认定是类似的 有存在 有权利义务 有完整性 说到这儿来 那我再提一下完整性的问题 完整性这个认定 也有它的意思 我前面提到了准确性 说准确性就是期间的 说准确性即将分摊呢 那就叫期末账户余额的 而完整性 不管期间的 还是期末账户余额的 它都用同一个名词 叫完整性 因为这两种 不管是期间的 期末账户余额的 完整性的挫暴 查的思路 基本一致 所以没必要 非得列两个 用两个名称 所以它都叫完整性 所以你一听存在 就知道是 资产账户余额 期末余额 但是一提完整性呢 你还得问一问 什么 是期间的 还是期末的呀 对吧 要一提权利义务 肯定不用问 是期间还是期末的 对吧 肯定指的是期末这一天 所以完整性 这个名称有意思 以前年都考过一次题 就是说 下来各项认定中 期末账户余额也好 期间交易事项也好 都包含的是 那当然选完整性了 对吧 其实现在还有分类也是 期间的 期末的其实都有分类 那个列邦的也是 期间期末都有列邦 所以有些名称是共同的 这种考法 考的就是一个表面 就是个表面 那么如果 以下各个认定中 属于期间的交易事项认定的 是 那可能 比如说列了截指 那一定是 列了分类 那也不一定就指的是期间的 可能是期末 对吧 所以这种 如果这一章要出题 万一出 这就以前年度 也出的非常简单 是概念性的 不是应用性的 那有可能不好意思考概念性的 这几年都考应用性 都是结合认定 结合具体事项 那就要你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这个认定目标 那就难多了 这一节只是打基础 那么以上呢 我们见识了认定 也看到了具体目标 体会到了认定的一个核心作用 核心地位 他这儿呢 小结了两句话 第一句话说 注册会是需要根据对交易事项 披露了 期末账户与我的风险评估结果 归结到财伯伯具体项目的具体认定 就是说 风险评估归结到认定上去 第二句话呢 说风险应对 从认定开始 所以说在此基础上设计实施 恰当程序获取充飞适当审计证据 满足合理保证要求 合理保证什么呢 合理保证财务报表不存在舞弊 和错误导致的重大挫暴 就把挫暴查出来 我们这个当今的审计呢 叫做风险导向审计 那么简单说就两句话呗 拆一拆就是风险评估风险应对 那现在这总结了两句话 第一句话告诉我们 风险评估归结到认定上去 第二句话 风险应对从认定开始 所以认定是不是一个中转战 是不是个核心 是 所以在专业上讲认定 是专业工作核心 考试上自然要把这个东西考出来 不考认定 那怎么能考到风险评估风险应对 怎么能考到风险导向审计呢 对吧 所以认定是不可少的 所以考试是大考特考的 一定是重点 所以我说把它提送到百分之百 就这个原因 那接下来一个问题是 我们怎么学认定啊 对吧 咱们这就离开教材了 这个问题是大家都关心的 因为我要考试才关心 是我得及格 我得过 我得通过 通过的话 认定既然考得那么厉害 我怎么学啊 下面我们进入第四个部分 怎么学认定 这可能才是大家进一步关心的 前面我们感受到了一下 认定在审计 工作也好 学习也好 考试也好 里面的地位 想必大家体会到了 对吧 但关键是我怎么拿下 这个山头 这个怎么学认定 简单一句话 就是怎么考 我们就怎么学 当然这跟没说似的 是吧 但确实也是实话 这个认定在审计中考试 是固定的 我们把它叫做铁打的银盘 俗话说铁打的银盘流水的兵 铁打的银盘是认定 ,流水的兵是什么呢 就是与认定相关的 或者考你认定的各种各样的事项 那今年可能是销售 明年可能是采购 或者是货币资金 总而言之 就算销售 今年也是这样的销售 明年可能是那样的销售 所以这个层数不穷 五花八门 那么因为对不同的事项的分析 这个所需的一些知识 或者分析的结论 方法是不一样的 这就使得认定的考试 因为事项层数不穷 让我们感受到认定的考试 就永远也学不完 这就是审计的魅力所在 如果那么难的事情都能几句话学完的话 这个审计恐怕 对吧 在社会上地位也没那么高了吧 好 这个在组合题里面 考认定有风险评估和风险应对 风险评估里面考的认定要难得多 风险应对里面考的认定要容易一些 我们前面已经看过那个总结性的话了 风险评估要落实到认定上 风险应对以认定为起点 对吧 所以其实也就这么两种考法 好 那么具体来说 我们要举些例子 因为考试的话 它是考具体是像的 我们老在这谈理论 也解决不了问题 所以我们说为了准确理解认定相关的知识 或者考试要求 需要结合一件或者两件经典的事项或者业务 严格理解认定的含义 弄清它的区分点 尤其是相似认定的区分点 像我前面说过的 存在或者发生完整性与截止认定 是吧 它就比较相似 要刻意的区分 所以这归到严格理解四个字 然后还有个灵活运用 就是你得拿下那些事项 所以一个认定的理论 一个认定的应用 认定的理论叫严格理解 认定的应用 叫做灵活应用 这个针对第一类认定 就是期间的教育和事项 我们选了一个销售教育 因为销售教育确实是审计的重点 也是考试的重点 没有一年不考销售的 所以我们结合这个来理解 你解 期间交易事项 披露的这一类认定 这一类认定里边 首先是发生认定 发生认定的定义 或者概念 我们就交代过了 这写着呢 记录的和披露的交易事项 都已发生 而且与我被审单位有关 那么考试时 会给你来一个具体事项 所以下面这个事项 其实来自于以前年度考试题 就是三言两语 把问题给你交代清楚 然后要考你 他说例如 合同约定 奖公司 也就是被审单位 2021年年底 把商品交付 以公司 并将以公司 验收合格后 确认销售 交给对方 对方验收以后 验收合格 才能确认销售 当然这是21年的合同 而且这个例子 最后一句话说 已经确认为 2021年度的销售收入 合同也是什么约定的 他也确认收入了 但是我注册官是检查了 发现什么呢 实际上假公司 到2022年3月份 就是到我讲课的今天 他都还没有呢 发出商品 那充分说明 年前是没有发出商品 到现在都没发出商品 没有发出商品 更不可能验收合格 所以是不满足 确认输入条件的 但他却确认了 这个是截止呢 还是发生呢 注意 他属于发生 因为他到第二年 也没有发货 也没有验收合格 如果我们检查发现 到2022年3月份 我讲课前两天 他已经发了货 并经验收合格 那是应该确认到第二年 你怎么能确认到第一年呢 所以那性质就变了 是能确认 但是你不应该确认到上一年 他这个情况是 哪期都不应该入账 他不是入早了 他就不该入 这个才叫发生 如果该入入早了 那叫截止 该入入晚了 那叫截止 他的就不该入 不能入 简单来说 我们通俗的讲 这个情况就是 不该入账的入落账 但是发生并不只是 不该入账入落账 还有一种情况 也叫违反发生 叫做该消账的 没有消账 也相当于是发生的 我们看下面一个例子 假公司于2022年 这个年初 收到丙公司 因质量不符合要求 而退回的上年的销售商品 这个话隐含着 上年销售了 已经确认为收入了 到第二年 人家发现质量不符合要求 这个可能合同约定 是发了货就能确认 然后上年根据合同约定 就确认了 但是后来 双方协商退回了 人家说发了货就能确认 你得发合格的货 我相信你 没有验收环节 但是实际上 我经后来验收 你这是不合格上批 总之退回了 那销售就不存在了 但是他没有重销 上年已经确认的销售数 事实上已经销售退回了 但上年的销售 没有重销 这也导致账面上 确认的销售 比实际上发生的销售 认可的销售要多 这也属于违反发生定 所以这就叫做 该销杖的没销杖 那么两个合起来 不管是不该入账入入账 还是该销杖没销杖 都表明账上记载的 比实际发生的要多 对吧 但是我们分成两句话 通常考试可能爱考第一句话的题 不该入账的入入账 就要少考这个该销杖的没销杖 但是也不是不考的 那么再看看 关于期间交易事项认定里面的完整性 我们结合销售 来体会体会完整性 完整性的定义前面交代过 就是所有云当记录的销售 这个交易事项都已记录 所有云当包括的报告中的披露 都已包括完整性 这是期间的完整 也有期末账户余额的完整性 我们现在说的是期间 那么下面呢 我们举个例子说 管理层为隐瞒利润 故意的漏记年末 以满足确认输入条件的销售 年末 2021年年末 应当确认输入了 已经满足确认输入条件 但他没有确认 什么时候没有确认 到现在也没确认 他就没确认 他不是说把它确认到 2022年年初了 如果果真是把上年应当确认的 确认到2022年年初 那叫违反截止认定 所以违反截止是推迟 或者提前 对吧 违反完整性是上年没有入 该入没有入 本年你也没入 对吧 样根就没入账 哪期账你也没入 那叫违反完整性 那么又如2021年 确认销售输入后 当年没有截转相应的营业成本 那你跟截转没截转 对吧 那就导致账面上的营业成本 比实际上发生营业成本 要少 那当然也是完整 不完整 账面不完整 注意这个谁不完整 立场是账面不完整 发生是谁多计了 是账面多计了 不要觉得一多就叫多计了 不是这样的 如果实物比账面多 实际比账面多 那表明账面少计了 那叫不完整 对吧 咱们要站在账面立场上 另外还有财务报表 没有披露当年发生的关联方教育 那该披露的他没披露 那就披露不完整 是吧 所以完整性 也可以概括为两句话 该入账的没入账 哪去都没入账 或者不该消账的消了账 那不该消账的消了账 也表明账面比实际少 对吧 你消了 那都叫完整性 注意主要是把它跟截止 区分开就行 准确性 就是金额没有错 那例如 在应当确认营业事务的前提下 确认了事务 我没有不该入账的弱账 我是该入账的弱账 但是 由于商品价格表没有及时更新 或者由于数量有误 导致销售金额不正确 销售额取决于 就是一种商品销售的话 区切与单价承受量 可能单价搞错了 或者数量搞错了 这样导致销售发生恶求错了 这就叫做准确性 准确性 至于单价搞错 那原因可能五花八门 对吧 这个因为正规的情况下 应当这个被审单位作为销售方 每日都要上传一份经批准的商品价格表 一共开票 但是当天该上传没上传 实际上商品价格发生变化 但是没上传 那就按照昨天的 那当然这个金额可能 单价可能会错 所以这个准确性 指的是该入账的情况下入了 但是金额写错了 再如假公司与乙公司约定 由假公司向乙公司提交一套生产设备 价款呢 一千万元 这就很像考试题了嘛 如果能在2021年10月之前提交 那另行支付假公司200万 实际执行结果怎么样呢 假公司于2021年12月初提交设备 并通过验收 然后确认收入 一千二百万 这个事项呢 我们大家体会一下 它是违反了什么样的规定 或者是没违反规定 条件啊 这个它是要求 价款一千万 对吧 提交了 提交了后 这一千万也能确认 当然如果能提 在10月前提交 就还有二百万 实际上它是12月初提交的 没有在10月前提交 所以这个二百万 是不存在的 是没有发生的 因为它没有满足条件 所以最后确认了一千二百万 这个注意 它是应当确认一千万 确认了一千二百万 你觉得这是准确性呢 还是发生呢 这就叫考试题 其实我们的概念里边 远远没有涉及到这样细的东西 考试题会考得这么细 那这就要进行分析 它多的二百万 是单价搞错了吗 数量搞错了吗 计算搞错了吗 不是 是它不该确认这二百万 确认了 它不满足条件 它却确认了 所以这二百万实际上是 违反的是发生认定 而不是满足 只是算错了 不是那个问题 所以结果确实是个金额的错 金额怎么错 是定性的认定错了 是不该确认确认 而不是计算错了 所以这是违反发生认定 而不是准确性认定 这前几年考试 考过类似的一个东西 那通常我们都是先看定性认定 就是多计少计 再看定量 因为定性认定的后果严重的多 定性认定如果错了 基本上就要推翻了 是吧 就要冲销了 定量的去修改修改 那是不一样的 是吧 所以一个是我们叫指楼为马 彻底的错 一个是花蛇填足 蛇还是对的 只是足错了 这个性质不一样 好 接下来我们看看截止认定 截止认定的概念呢 是交易和事项 已经记录于恰当的会计期间 是看有没有记错期间 那好 我们看看 年后发货 年前确认收入 假定我们假创 发了货能确认收入 结果是年后发货 年前确认收入 这属于截止认定 因为年后发货这一句话 表明他应当确认收入 可以确认收入 只是应当确认在年后 不应当确认在年前 所以确认收入这方面 定性的没有错 只是期间搞错了 所以这违反的是截止 而不是发生 那么同样的 如果年前发货 那好 年前能够确认收入 假定合同这么定的 发了货就确认收入 那么年前发货 年后确认收入 这个是违反了截止 而不是完整性 完整性是年后也没入账 也没确认 他是年前能确认 确认在年后 他还是确认了 那既然确认了 你就不能说是违反完整性 好 所以这两个例子 比较好的 解释了发生完整性截止 等等的区别 下面我们再看看 分类认定 分类认定的概念是 交易和事项 记录于恰当的账户 账户 科目 那么我们举个例子 说假公司 这是备审单位 假公司财务人员 误将其他业务收入 确认为主营业务收入 那他就违反了分类认定 你这个科目错了 对吧 但是如果假公司 把与X公司发生的销售交易 确认为与Y公司 发生的销售交易 那不违反分类认定 因为都是销售交易 归在一个科目里边 对吧 这个在报表上体现不出来 这种错是体现不出来的 可能实际操作的时候 大概有问题 营收X公司 结果跑到Y公司输了 人家不认账 才发现 哦 这个错了 但是报表上体现不出来 对吧 科目上也不错 这是一个此消彼长的问题 所以实际上并不影响 爆爆的反应猎豹 好 关于分类 接下来关于猎豹 就是不管交易 也好 事项也好 被恰当的分类 汇总 分解汇总 并且表述清楚 表述就是披露的问题 对吧 那么 猎豹认定 关系是财务信息 在报表上的劣势 是否恰当 这个包括 劣势的金额 劣势的项目 以及付出资料 就要追到 刚才对于账户 关系的那个问题 要追到报表上去 不能账户挑了 表不挑 那报表使用者 又看不到账户呀 对吧 所以我们还是要追到报表上去 不过我们考试 好像较少涉及到 往报表上追的 这个事情 但是实际工作 肯定最后 千条江河归大海 你审报表 肯定要追到报表上去 关于猎豹 这个认定 我们也举两个小例子 就例如 管理层 把关联方的销售交易 它确认为 非关联方的销售交易 这个当然不影响 报表上猎豹的金额 销售额 但是关联方销售 关联方交易 是要披露的 该披露的没披露呀 对吧 所以不能只盯着金额 也要注意付诸资料 不能只盯着定量的问题 更要盯着定性的问题 再比如说 假公司把其他业务收入 寄入主流业务收入 那么在很多公司里边 这个其他业务收入 主流业务收入 都汇总成一个项目 就是营业收入 所以那你把这个 其他业务收入 寄到主流业务收入里面 科目是错了 分类是错了 但在报表上 它是合在一起的 它也不错 所以不影响 报表上猎豹的金额 项目 但是这要看情况 如果该公司 公司张成也好 股东也好 可能要求 这个把主流业务收入 要给我单独披露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 你把其他业务收入 确认为主流业务收入 你披露的主流业务收入的 金额就错了 这会影响披露 会影响披露的准确性 当然也不一定非得要 必然披露主流业务收入 如果不需要披露 没有要求披露 那好 那把其他业务收入 确认为主流业务收入 它不影响报表的反应 也不影响报表的披露 因为没有要求披露 我们是假定 假定 所以到底影响不影响 你得进行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 在实际中 要根据实际的情况 在考试中 根据题目里面的情况 所以要火眼金睛 把每一个条件 不要看清楚 这以上是我们根据 销售交易 结合销售交易 来理解一下 期间的交易事项披露的认定 期间的交易事项披露